马来西亚27岁女歌手许佳玲 12月18日与一名男粉丝进餐 最后遭对方连刺八刀身亡 遗胸更一度用车把遗体运走 事后一段由附近民众 拍下一世凶手搬运遗体过程的影片 在网络流传 许佳玲21日出病 其三岁女儿送别母亲 影片长约106秒 可见录像者是从高空拍摄地面的情况 片内未有出现遗体 但可见一名男子站在私家车外 疑似把重物放到副驾驶座 期间曾有路人及其他汽车经过 但该男子故意把车门改为只开一半 加上用身体遮挡 三名路人经过都未有发现异常 最后男子把汽车驶走 警方指出遗犯的主要杀人动机与感情纠纷有关 且出于极度 许佳玲是助唱歌手 据家属了解所知 遗犯追求许佳玲长达两年多 许佳玲有史之中都没有答应 家属强调死者与遗犯非男女朋友关系 也不曾向遗犯索求任何东西 警方表示许佳玲18日曾与44岁的遗犯争吵 在午饭后 两人走向遗犯的车 之后发生命案 死者的致命伤是胸前直插入心脏的刀伤 死者仪式为了与遗凶洽谈助唱合作 因此相约午餐 许佳玲在21日举病 其生前的亲朋好友都有出席 父母在瞻仰遗状时哭成泪人 据死者弟弟徐伟祥所知 子子跟前夫育有一名三岁女儿 家人曾尝试向孩子告知妈妈已离开 但小孩还未明白死亡的意思 家人也不忍心细说 令人惋惜的是 案发前一天她刚拍完婚纱照 而之所以发生这个悲剧 乃是由于她的一个善念 那么凶手与许佳玲是什么关系 为何两人会相约聚餐 吃饭途中 两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矛盾 以至于男子拔刀相向呢 既然是昨天才拍完婚纱照 那就说明她离大婚之际不远了 为何要与这名男子私下相约呢 带着这些疑问 我们来进一步走进案情 原来26岁的许佳玲年轻貌美 又颇有音乐天才 所以长期在酒吧助唱 工作期间 男子与许佳玲相识并表达了爱慕之意 虽然男子一直苦苦追求 可是许佳玲始终不为所动 在经过长达两年的纠缠后 许佳玲同情对方 勉强答应和她一起进餐 然而许佳玲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次善念 最终却导致悲剧的发生 12月18日 两人用晚餐离开餐厅时 似乎发生了口角 男子不仅在许佳玲的前胸和后背 连筒竖刀 将其残忍杀死 还将她的尸体运回自己家的门口 男子自以为自己的行为没有人发现 殊不知 案发现场 楼上却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她 原来楼上的一位住户 亲眼目睹了她的全部暴行 随后 这位住户报了警 而警方依据这位住户提供的线索 顺藤摸过 抓捕了男子 不得不说 马来西亚的警方速度和效率也不低 从案发到抓捕嫌疑人 总共只用了大约三个小时左右 许佳玲的男友表示 两人于案发前一日 刚刚拍完婚纱照 可惜未婚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害了 而她的家人也悲痛不已 要求警方严惩凶手 此事一经报道 立刻引发了网友热议 有人认为 这位凶手真是太恶毒了 既然是真心喜欢许佳玲 那就应该祝福她获得幸福 强扭得瓜不甜 她这么大的人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吗 也有人认为 许佳玲真是太单纯 太善良了 既然明知对方爱慕自己已久 而自己又没有意思与其交往 那就不应该接受她的邀请 一个善念竟送了命 令人唏嘘啊 还有人认为 虽然是在马来西亚 但是凶犯杀了中国人 我们就要对其进行惩罚 就像缅甸老街四大家族一样 虽然是在中国域外犯罪 但只要侵害了国人利益 我们也一定不会放过他们的 许佳玲被害 纯属男粉丝 由爱生恨 既然得不到 就把她毁灭 许佳玲没有错 她只是想安慰一下男粉丝 如果一定要认定她有错 那就只能说是她太善良了 而穷凶极恶的男粉丝 也必将面临法律的严惩 其实任何一个背井离乡的人 身上都有一种拼尽 或者不服输的尽头 如果认输 或者这辈子没啥追求 这些人压根不会离开家乡 许佳玲算是很上进的女明星了 明明是台湾人 可以在熟悉的亲人身边生活 但是许佳玲还是为了事业 去马拉西亚发展事业 目前是一名歌手 算是小有成绩吧 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粉丝 喜欢她追求她 而且看得出来 许佳玲不是一个狠心的女人 很多女明星怕结婚影响事业 怕生孩子影响事业 或者影响自己的身材 基本生不会早婚早育的 许佳玲27岁 孩子已经三岁了 说明她24岁就生孩子了 就是一个重视感情和家庭的女明星 就算背井离乡去马来西亚发展 许佳玲给人的印象也是很负责任的 女人离婚以后 事业心重的 多半不会要孩子 因为影响自己前进的步伐 自己拼事业也没啥时间看孩子 可是许佳玲呢 27岁还很年轻 依然争取了女儿的抚养权 所以在外界眼中 许佳玲是一个离异的单亲妈妈 有一个很爱的女儿 女儿在许佳玲身边 也让大家觉得 许佳玲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女明星 不过那么有上进心 那么有责任感的许佳玲 有一点让人觉得无法理解 正常女人 自己有男朋友 都不会再单独跟追求自己的异性联系沟通 更别说吃饭约会了 许佳玲自己已经跟未婚夫订婚了 拍婚纱照了 都要走入婚姻了 但是在结婚前夕 许佳玲自己还是独自一个人 去跟追求自己两年的粉丝吃饭 虽然说法是许佳玲心软 架不住粉丝的软磨硬泡 但在粉丝的眼中 许佳玲自己有男朋友 还是时刻接收追求者给她的表白 甚至还有回应 或者说吃饭约会这样子的事情 许佳玲也不拒绝 那就是很明显的 让追求者觉得自己有机会了 如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 只有粉丝单方面发信息给许佳玲 收不到回复 估计粉丝不会觉得自己有机会 所以女性真的不要觉得自己被别人追求 是魅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试图跟别人暧昧 当女海王 遇到较真的男人 人家真的不会放过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